台湾国安基金三月二十号投入五千亿旧市 国家对护航下带动投信法人回买台股 加权指数从低谷的八千五百二十三点 来到四月八号高点一万零两百四十六点 大涨超过百分之二十 对于媒体报导指称国安基金只投入十几亿元杀进杀出 财政部长苏建荣郑重澄清 一天就是买进将近一亿可能护盘吗 以前六次的一个进场的情况 国安基金如果要进场也不是只有十几亿的事情 那即使我们要退场 退场之后三个月内也会把这个整个执行的情况 报到大院来 所以这整个情况我想这个是一个 这个不实的报导 周一国安基金将召开例行委闻会议 决议是否继续呼盘 外界预料倾向继续留在市场 好因应不实之需 数据来看国安基金宣布启动的十五个交易日内 台积电市值大增八千一百六十八亿 联发科和鸿海也都市值大增千亿元规模 不过三月上市会公司金控业整体获利 比起二月份竟然衰退多达百分之五十七 多家业者罕见出现亏损 显示景气依旧大意不得 现在就是说短期受疫情影响应该不可避免 现在还是要看一下欧美的那个疫情的控制 情况如何 特别是美国 美国这一块如果说疫情能够有一个和缓的迹象 我觉得股市会回到一个 它应该有的基本面来做一个表现的时候 包括我们的那个限制 那个一定限度以下的频繁禁止防空 这个部分我们才会考虑来接触 三月份外资大量汇出三千一百五十亿 不过今晚会主委孤立雄表示 近期外资有了回龙迹象 未来欧美疫情走向成为关键 台股市场筹码面来看 官股券商连四买投信连七天买钞 有机会带动台股向上反攻 近台电视黄亮剑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苏部长官